嗨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判断一个单词中有几个音节 在单词中找音节注意四点 第一点单词末尾不翻音不构成音节 那么比如说这个单词我们看原因 一个a一个e是不是两个原因字母 但是e结尾不翻音 所以说只有a来翻音只是一个音节 cake只有一个原因 bike也不翻音一个音节 第二点两个原因字母在一起为组合音 发一个音构成一个音节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e一个a 那么是不是两个原因字母发两个音呢 no在这里原因字母在一起是组合发一个音 read只有一个原因 o跟a在这里是组合发一个o code 第三点注意原因字母加r和原因字母加re构成一个音节 也就是我们说的r音节和re音节 在这里r是一个辅音字母 但是它跟这个原因字母构成一个r音节 发一个原因erbird 在这里are三个 然后组合是一个re音节构成一个音节 care 接着第四点词位le可以和前面的辅音构成一个音节 那我们看这个apple一个原因字母一不翻音 那么是不是就一个音节呢 no这里是双音节 le跟前面的辅音构成一个自成音节 po apple 这里ok le跟前面的c辅音字母构成一个co ok读circle 你学会了吗 更多翻译规则点击下方小黄车 我责任怎么读